请你和我交换 儿子黄昏 海浪和云村 一个都没看 那么 嘉年华这一季 我们唱什么呢 嘉是最小国 中华流行的音乐 进入12月份 意味着周深的饭 又要开始叠着碗叠上桌了 先说几个确定的 生生不息嘉年华 11月30日晚官宣定档 12月2日起每周六播出 具体播出时间 芒果TV12点 湖南卫视22点 12月17日起 每日TVBG219点30分播出 千呼万唤使出来 终于盼来这档殷宗的 急速官宣定档 着实让人惊喜 节目召集了多位重量级选手 以大众熟知的流行音乐为载体 凝聚同胞 鼓舞人心 两岸三地 共唱中华之歌 前面已经剧透第一期节目 周深独唱 跟着你到天边 与黄岐山黄妈合唱岁月 另外据悉第二轮录制将在12月6日进行 小编想说为了收视率和流量 除了正片外请播放周深的花絮 比如后台选歌聊天排练等等 我拥抱着爱 刚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从不曾离开 我最幸福的期待 是有你的未来 心眼放进发的梦 不留任何底牌 一路上我们有好多 感动感谢感慨 跟你一直都在 未来的我会在未来旅途 慢慢的不开 另外12月17日 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 举办的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在今日陆续进行官宣 而个人官宣将在12月3日 以基本确定周深会参加 还有某文化活动服务为主的公司 官威11月30日突然发文说 周深2024巡回演唱会 扬帆起航 暂定六成六场 2024年周深巡回也是必然的 只是时间早晚和几场的问题 以目前央视等主流媒体 和官方对周深的重视和青睐 但凡大型晚会和大型官方 纪念晚会等都会邀请周深 这可能会是周深考虑 巡演场次和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毕竟时代之声要为时代发声 御用歌手要听照 说到巡演就不得不上二专 留给二专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如果消息为真 最有可能的城市可能是北京 上海 杭州 广州 成都 苏州 时间会从五月开始 大家期待一下吧 最后腾讯音乐 由你榜第47期榜单 周深两首歌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九名 但是给出的评语却很有意思 其中迪士尼电影《心愿》 许愿新之歌 《I'm a Star》 未列第二 而给出的评语可谓全面 且完美地概括了周深 在这首歌中展现的魅力 评语说 周深一个人演绎英文原版中的 28个角色 有刃有余地展现了自己的百变声线 组成了一整个热闹无比的合唱团 动画特有的可爱与活力 在他的台词和演唱中被淋漓尽致地呈现 这里用了台词和演唱的说法 不仅肯定了周深的唱功 也肯定了周深的台词和配音功力 这首歌也是周深第95首高分歌曲 第160首上榜歌曲 同时还拿下了五大维度之传播度Top1 周深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娱乐圈中独树一支 让我们一起支持这位宝藏歌手 也期待他在未来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次在非常美妙的梦里面 然后难为自己 它是一个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次挑战 哪怕是之前有过用声音去演绎不同角色的 这样一个算是经验 然后再来演唱这首歌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演绎了更多不同的角色 那具体怎么样呢 快来听一下吧 我觉得最喜欢这首歌当中出现的最多的 然后也是最短的 I'm a star 这句歌词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 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平凡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更多时刻是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自己身上发光的那个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发光的星星 所以要爱自己 要努力地发现自己 最喜欢的迪士尼的歌曲 有点难排 因为喜欢的太多 但是对于我 被大家听到的话 这个被大家听到这个意义的话 应该是Let It Go吧 因为之前因为自己过于喜欢 然后自己有创作过一个 比较就九种不同的语言的版本的Let It Go 然后那也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周深 或者是听卡布的这样一首歌 所以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 一百岁 白雪公主 冰雪奇缘 海洋奇缘 狮子王 A whole new world Let It Go Let It Go Try Everything A whole new world Like a shooting star 在森林里 这首歌就I'm a star 这首歌在森林当中唱出来的 我们每个人愿望都会成真亮 笔心 另外一种笔心 谐音梗 我刚看 笔心 随它吧 随它吧 对 恋人 你真的音准听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爱好 平时就很爱唱歌吗 对对对我自己很喜欢唱歌我也会写歌 哦 我喜欢弹吉他那种 我就说因为在手艺里的时候觉得 就是于是老师 我刚才说实话 有点唱走了 还好 发挥失误 要不要弥补一下这个失误 这一段我觉得很难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我们这个影片中的一段歌曲 对 是一首很热闹 其实我觉得还蛮温馨的一首歌 是的 人生就像一幅画 身体人月的光华 你的胆就藏在我们脚下 I'm a star